因为怀孕,我失去听力 而老公却用我的钱包小三、杨小四 更是仗着我听不见,羞辱我 可他不知道,这一切都被记录了下来 摆脱渣男后,他更是在网上散播谣言 踩我上位 而他不知道,这个举动,最后会害了他自己 我看着手机中母婴育儿视频 抬手摸了摸耳朵,似乎能听到点声音了 我有些高兴 几个月前,我因为怀孕突发性耳聋 吓得我每天神经衰弱,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是周延安慰我照顾我 更是不顾工作的每天给我炖汤煮饭 缓解我的情绪 就像爸爸妈妈还在世时 他许诺的那样,宠我呵护我 今天周末,是婆婆刘金凤从老家来的日子 周延一个小时前就出去接他了 我算着时间,应该快回来了 刚走到门边,就听到婆婆大嗓门 还是难难好 前几天我刚下飞机就来接我 你是不知道那飞机场这么大 你妈第一次来,你们一个人都没来接我 真是没良心 婆婆不是今天才到的吗 行了妈,你的飞机票 还是我用陈月的钱买的 再说了,我还不是在家伺候陈月和宝宝吗 什么陈月的钱,那是你的钱 你每天上班回来还给他做饭 还上交钱,当伺候祖宗呢 妈生你的时候还不是要每天下地做饭 我站在门边,婆婆从前不是这样的 还有男男是谁 我推开门,走路声打断了正在说话的母子 婆婆看了我一眼,翻了白眼坐在沙发上 因为我生了女孩,没能传宗接代 婆婆就一直不高兴,直到前几天我出院 婆婆才从老家赶来 我开口想问,男男是谁 却听到婆婆冷不伶仃的话 你什么时候和陈月离婚娶男男 我看那孩子挺好 务实,周妍把我搀扶到一旁沙发做好 这不是没钱吗 不急,现在也不是时候 你有这个心就行了 等离了婚让她抱着那个外姓孙女有多远滚多远 我们周家可是不能绝后的 我震惊到失言 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婆婆不待见我 但我没想到周妍也是这个想法 我家是拆迁户 爸妈在我结婚一年后 去某个水乡旅游 结果跌进水里淹死了 家里七套房继承给我 近几年附近商业区高速发展 房价飞快飙升 即便我不上班 每个月也有八九万的房租工生活 当初周妍家中困难 想要娶我彩礼都凑不够 更何况房和车 我在爸妈的反对下 提出让她入赘 往后孩子跟我姓 而我也不会要她一分彩礼 更不会把她入赘这件事宣扬的出去 没想到 当时答应好好的周妍 私底下却记恨上我了 我气得想发疯 但很快冷静下来 他们现在还以为我听不见 才敢这么轻松的说实话 如果此时闹翻 一个我不能在他们两人面前保全自身 还有可能离婚时财产分周妍一半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 这对贱人 我必须像个办法 找到周妍出轨的证据 我要让他净身出户 我吃完午饭 没有像之前那样回房逗宝宝 依旧坐在客厅 刘金凤几天前就到了严城 被小三接走 好好玩了一通 给周妍描述这几天 在严城去哪玩了 吃什么了 言语中一阵炫耀 我瞥了一眼周妍 也看出了她的尴尬 妈 你下回想吃什么 去哪玩 我带你去 那可不敢嘞 你一天天伺候你媳妇 把你妈都忘到海角了 哪敢使唤你啊 还是男男好 老母子再次起了冲突 直到听到李楠这个名字 我愣住了 她是我小学同学 几个月前 我参加小学同学聚会 周妍不放心 我一个人 就陪我一起去了 想来她俩是在那时候勾搭上的 真是兔子还不吃卧鞭草 他们两个可真是一对渣子 二 接下来就是一顿没营养的对话 我回了房间 顺手拿走了周妍放在餐桌上的手机 周妍在某种层面上很相信我 从来都没防备我 我将她手机拿回卧室 打开微信 我也加了李楠 很快就找到了她的头像 我网上翻聊天记录 周妍很谨慎 并没有露骨的话 如果不是恢复了听力 听到她们母子亲口承认 任谁看聊天记录 也只能是怀疑 而不是笃定 我将其中几条520 1314汇款记录截图 发送给我 我又在手机中 发现了周妍每月都要给两个账户打好 将近10万 其中只有8000是她在私企的工资 剩下的钱 都是我怀孕月份大了 没办法给宝宝置办东西 就让周妍置办 可她的8000在这座城市根本就撑不住 我干脆就让她收房租 包括之前要上交的工资 不用上交给我了 她自己保管 如果不是这次查手机 谁能想到每天给我做饭捏脚揉腿的男人 竟然在偷偷转移财产 这些证据 足以让周妍净身出户了 但还不够 在周妍发现之前 将手机完毕规罩地放在餐桌上 晚上 周妍蹲在地上给我泡脚按摩 一边用充满爱意的眼神看我 直到我躺在床上闭着眼假妹 周妍才捏手捏脚地出去 我听到婆婆在客厅用厌恶的口气说 睡着了 真是跟个猪一样 除了吃就是睡 哪家女娃像陈月似的 偶尔 你怎么了 妈 你别提猪 一提猪我就想吐 陈月自从怀孕 也不锻炼了 你是不知道她长胖了二十多斤 真是恶心死我了 现在跟她躺在一起 我好像都能闻到那蛊猪扇味 听到这 我紧紧攥着被窝 眼泪悄悄滑落 意外知道自己的小家早就破碎 一时还没调整好心态 虽然知道周妍在我面前装 没想到她心里居然这么想我 我和她谈恋爱的时候 也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少女 即便结婚也不曾落下锻炼 曾经 我也是拥有好身材的 可自从怀孕 先是丧失听力 晚上更是每夜每夜睡不着 等约分大了 每天睡觉走路都困难 生孩子时更是走了一趟鬼门关 到现在肚子上依旧有一条丑陋的伤疤 臃肿肥胖甚至变胖 启豆掉头发 在这些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 为了孩子健康 我不敢吃药 一一忍了过来 可是 现实更是给了我狠狠一耳光 这晚 直到凌晨 我听到转动门把授的声音 小三来了 我听见他们亮腔的脚步去了走廊里面的那间房 这栋平层是我当初全款买下的 走廊镜头做宝宝房 为了随时看宝宝 我和周延商量好在房间装监控 三年了 恐怕周延早就忘了 我打开手机 幽蓝色的光芒打在脸上 房间布局熟悉 而那对狗男女正站在门边激情的用吻 延哥哥 你什么时候娶我 朋友圈每天看你给那黄脸婆做饭洗脚 真是嫉妒死我了 小调皮 还没结婚就吃醋了 李楠苏兄紧紧贴着周延胳膊 嗯嗯嗯 我好醋啊 你什么时候离婚啊 等你怀孕 我就跟他离婚 周延凯了一把油 却没想到李楠笑弯了眼镜 延哥哥 告诉你个惊喜 我已经怀上了 就是黄脸婆生产那天 延哥哥太猛了 让我一发入魂 我听到这 咬得厚槽牙咯吱咯吱响 拼命告诉自己为了钱 自己打不过三个人 现在不能冲动 回想起生产那天 自己产房外一个人都没有 医生又满是怜悯的表情看着我 而我当时即便生气失落 心中却也还是不断给他找补 也许是在忙 最后因为还在太大 还是自己给自己签的字 等生下后周延出现了 说是加班来迟了 我看着他嘴唇干裂 一复一天没睡过的样子 居然心软地原谅了他 当初就应该一巴掌呼死他 我用手机将他们谈话和暧昧动作都录了下来 确保成为证据 接下来上演的小电影我也没兴趣看 第二天周延照常给我做早饭 我突然说我想吃猪肥肉 周延脸上的表情瞬间垮掉 却还是忍着在手机上打字 好老婆 我现在就去买 我看着他装模作样的姿态 心里就解气 等周延走了 留金凤才睡醒 我也不搭理他 转身就回房看宝宝去了 晚上 我如愿看到猪肥肉 我甚至饶有兴趣地夹给周延 看着他一脸胃疼 却还是苦哈哈地吃下去 我心中一阵快意 临到睡觉的时候 周延打字 老婆宝宝百日宴你打算在哪个酒店办 我到时候自己来 老公你也快去休息 我看着他一脸可惜 却还是回房 他这是又想从我手里挖钱 我心里觉得有些奇怪 周延每月收房租加上工资 有十万入手 为什么还是一副很缺钱的样子 我查了一下 他给两个人汇钱 其中一人是刘金凤 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 三 还有一个月就到宝宝百日宴 这段时间 每天晚上李楠都会过来和周延私混 甚至有时候将口红发卡落在家里 等着我发现 这天晚上 我刚睡下 就听到了门外嘻嘻嘻嘻的声音 我有些烦躁抬头 透过门缝隙 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进来了 我吓得坐直身子 以为进了贼 拿起手机就录像 结果周延猴急地出现 亲了他一口 等不及地拉着他进了房间 我立马打开监控 看到他和周延双双躺在床上做运动 阿延 你好久都不找我了 宝贝 那老公这几天都陪陪你 里面的人 分明不是李南 周延还有小四 玩的真花 也是在这时 我才想起他是谁 我刚怀孕时 有一次和周延一起去商场母婴店买小孩穿的衣服 其中一个服务员一直盯着周延 甚至在我询问价格时 直接不搭理我 略过我和周延搭话 当时我有些生气 不过周延没有搭理那个服务员 我也就没有发作 没想到几个月后 他们居然混到了一起 也就是说他俩搞在一起 要比李南可能还要早 我翻了一个白眼 幸好怀孕后周延就自己搬到隔壁 他嫌弃我 我还嫌他脏 第二天 我醒来的时候 家里已经没人 明天是百日宴 周延应该开车去高铁站接亲戚了 毕业后 周延没有选择回老家 而是在这个城市打拼 在亲戚眼中也是小有事业的人 而我毕业后做了视频博主 每月收入上万 在他们眼中就是不学无数 甚至很多次要周延好好收拾我 不过周延总是打哈哈 年轻小辈戏说周延是宠妻狂魔 刘金凤几天前 更是在家族群里炫耀吆喝 你们来 看看我孙女 顺便我家周延带你们来延城逛逛玩玩 让小辈见见失面 就这样 还真骗了七大姑八大姨的 结果转头 刘金凤就换了一张脸 这次可要好好宰他们一顿 把份子钱都收回来 我之前就听说过刘金凤在村里人员很不好 没想到直接骗人 完全不想后果 犯后 周延给我打字 老婆 这次宝宝百日宴和招待亲戚 就麻烦你了 我知道他向我寻求帮助 我当场是笑了 他以为我答应了 他也笑了 刘金凤是不会放弃第一时间下白的 所以现在家里没人 我当即走进周延房间 找到了他用来转账的银行卡 并将宝宝房间里的监控藏到客厅角落 此时 再往上雇佣的月嫂来了 我收拾了一些日常会用到的 就抱起宝宝 坐车回爸妈的老别墅 自从两年前爸爸妈妈去世 我只有清明和过年会回来 房子已经让人打扫了 新被子也晒了好几天 完全可以拎包入住 我打开手机 在这里监控 还能查看家里情况 我不担心周延跑到我其他房子寻麻烦 也不担心他跑来这里 他这个人胆子小 只会使阴谋诡计 不敢明面上和别人起冲突 晚上 周延给我发微信 问我去哪了 为了看好戏 我忍着恶心打字 带宝宝去看看爸妈 我这段话发过去之后 我看着微信上一直显示 对方正在输入 直到两分钟后回复 注意安全 晚上 我睡了一个好觉 睡醒时浑身舒畅 一摸手机 上百个电话 微信更是九十九家 全都是周延的 正看着 电话又打了过来 我随手接起 陈月 你在哪 我 我在睡觉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带宝宝去哪了 你是不是故意耍我 今天订了这么多酒席 我根本就付不起 对面的声音急促 却拼命忍耐 我揉了一把头发 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你家亲戚 吃好喝好 你他妈早恢复听力了 是吧 你再跟我演戏 我听着周延怒吼 笑了 还不算太笨 对面服务生舒适插话 这位先生 请您快点买单 滚滚滚 这不是我儿子订的 跟我们没关系 别乱纠缠人 可 确实是你们吃的 你们可不能赖账 不然我就报警了 之后又是一阵撕扯咒骂 我躺在床上都能想到周延那么爱面子的人 脸色大概长成了猪肝色 沉默很久之后 我也没挂断电话 而周延也平息好了怒火 像以前一样服软 阿月 我没钱 我还是你老公 宝宝的爸爸 你不能这么狠心 我听到这坐起身 狠心 从我怀孕后 我让你收房租 那些钱呢 少说也有几十万了吧 这些钱让你在外面装阔绰 包小三 周延 你什么时候这么无耻了 我听着对面一阵盲音 又开口 我已经向法院提供了你出轨 转移财产的证据 后天我们法庭间 听到离婚的字眼 周延突然发疯 拼命喊道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你的都是我的 休想摆脱我 我今天敢坑周延 是算好了 他会为了面子付钱的 四 我听着手机忙音 一点都不着急 点开李楠的微信 不删小三 为的就是今天 我将小四和周延 拥吻暧昧的视频 给李楠发过去 之后拉黑 周延又打了过来 我挑眉 随手接起 好啊 陈月 你一个生了赔钱货的贱人 还想和我儿离婚 你也不看看 你都三十多了 没有我儿 谁会看你一眼 我告诉你 喜欢我儿的女人 哪一个不比你厉害 长得漂亮 也就死我儿捧着你 跟她离婚 你就是没人要的二手货 所以这就是阿姨三十离婚 却一直没再婚的原因吗 嘖嘖 我跟阿姨不一样 你不结婚 可能是没人看得上你 而我是看不上你儿子 我瞬间挂断电话 用脚响都知道 对面刘金凤 气得吐血 我洗漱好后 重新打开家里监控 没一会 刘金凤就回来了 后面跟着乌泱泱亲戚 刘金凤 你把我们骗过来 说的吃好喝好 出去旅游 结果就是让我们陪你丢脸的 就是 还说自己是城里人 就你刚才那泼妇样 城里农村 谁敢收你啊 啊 谁让你来了 你们自己想占便宜 没占成 还污蔑我 我儿子还白请你们吃顿饭 你们就知足吧 刘金凤 我要撕烂你的老脸 其中一个我没见过的大妈当即扑了上去 就和刘金凤撕打起来 我们大老远过来 结果就是骗我们分子钱 还钱 刘金凤听到者 耿着脖子喊 没钱 哪来的钱 你们自己要来 难道还是我把刀架到你们脖子上了 谁求你们来了 谁要你们来了 我看着抠门婆婆和人打起来 心里一阵好笑 刘金凤的旗袍被撕得乱七八糟 盘口都被扯掉了 手上的金手镯金戒指也被掳走 等周延从外面回来 看到的就是刘金凤毫无形象地坐在地上哭 门也没关 左邻右舍探出脑袋的看热闹 周延 你回来得正好 你看看你妈将我们胳膊挠的 这件事不说到清楚 我们可就不走了 就是你 你们娘俩必须赔我们医药费 还有把份子钱还回来 今天我们可没看到宝宝 都滚滚滚 你们的份子钱 我晚上会还给你们的 为首的妇女这才撒气 还是你儿子讲道理 你这些金戒指手镯 我们就拿走抵医药费了 等客厅人都走光了 周延狠狠叫门甩上 刘金凤这才恨声恨气地咒骂 天杀得有 你那媳妇不是个好东西啊 他这是存心想害我们啊 周延扶起刘金凤 他早就恢复了听力 刘金凤听到这突然不哭了 语气轻轻地问 那他咱们在家也没提过 他也不会想到是我干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听到这 我有些云里雾里 恰好宝宝哭了 我也没多想 逗了会宝宝 下午我将最近剪的视频上传网站 又看了一场电影 已经是凌晨了 我的精神却异常兴奋 此时平板监控另一边门拍得框框响 周延下床开门 就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狠狠拉着另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两个人的哭叫打闹声 让对门的邻居打开了门看热闹 周延 你嘴上说好和黄脸破离婚就娶我 结果还背着我杨小四 你还要不要脸 李楠气得又往小四脸上扇了好几巴掌 打得小四嗷嗷哭 小四也不甘示弱 伸出长支架就往李楠脸上挖 两个女人毫无形象地打骂 倒让周延看起了热闹 这可不行啊 周延可是罪魁祸首 可不能只看着 他们要一起演戏才有趣 我当即拿起手机给周延打过去 手机很快被接通 喂 周延 你今天说不想和我离婚 是真是假 监控那一头安静了下来 周延气得咬牙 真是早不来玩不来 偏偏这时候 我看向监控 此时李楠和小四也不打了 纷纷看着周延 周延深吸口气 老婆 你在哪 我们回家聊这个话题 所以你是真心想悔过 那就和小三小四断个干净 五 周延咬牙 好 我看到李楠愣了一会 扑向周延 周延你个王八蛋 我怀你孩子 你就这么抛弃我 我哥哥笑了 哥平时李楠不会想不到是假话 可小四的出现和周延的维护 让李楠彻底疯了 我在监控这一头 看到李楠又是挠又是挖的 周延俊秀的脸瞬间多了好几道红痕 两个人瞬间扭打到一起 看待了小四 而这时 刚才两人扭打动静太大 邻居吓得早就报警了 警察从电梯里走出来 邻居连忙从门缝里出来 站在警察身旁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警察将周延和李楠拉开 此时周延的短袖被撕掉了一只袖子 眼镜也不知飞哪去了 警察同志 就是他们晚上扰名 这男人玩得花 左拥右抱 把自己老婆气跑了 邻居一痛 仗义直言 羞的周延脸色仗红 你胡说八道 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李楠还在气头上 当即骂道 结果是三人又被批评教育了一通 楼上楼下这次是看足了热闹 周延这次丢大人了 我看了一场好戏 心情大爽 晚上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 我和约好的律师商量了离婚具体事宜 周延魔用家庭共同财产 这一点足以让他净身出户 我将证据都一一确认 放进包里 确保明天能正式离婚 至于周延明天会不会去民政局 我给他打了一通电话 我还没开口 对面急切地说 老婆 你昨天原谅了我 今天什么时候回家 我给你做了你喜欢的猪肥肉 我被气笑了 等离婚我就会回家 对了十点民政局见 你要是不来 我们就打官司 你知道的 我最有耐心 不 我不会和你离婚的 周延的声音有些迟疑 我轻笑 周延 别玩这些无赖 你挪用那些钱给你妈 这些足以让你净身出户 咱们明天好聚好散 我也给你几分颜面 让你继续住房子 你让我继续住着 老婆 你是不是 不是 还有我最讨厌猪肥肉 我挂断电话 定好时间 早上十点 我坐车到民政局门口 周延穿的人母狗样 只是脸上被李楠 抠出来的疤痕 颇有几分滑稽 阿月 我可以和你离婚 但你手机中我出轨的视频 你必须要删掉 我看着他不说话 周延急了 我工作的地方 不能出任何叉子 我看他急得脸都红了 想了想 确实和他离婚后 不会再有瓜葛 便当着面 把周延和小四拥吻的那条 删了 走吧 在离婚时牵扯到财产问题 我将周延的银行卡提交给了法院 申请到了调查令 到开户行 将银行卡的余额和流水都调取出来 其中十几万打到了刘金凤卡里 剩下的几十万周延支支吾吾 说不出理由 最后被判定恶意转移财产 再加上我的律师确实不错 在优势的情况下实战群雄 本来或许还要给周延少分些家产 在他的距离力争下 最后周延没有拿到一分钱 且在一定时间 周延必须把钱还给我 成功地离婚后 我走出法院 回头逆风阳光看向站在阴影里的周延 陈月 你今天能赢 要感谢你父母 谢谢 我爸爸妈妈将我教得很好 让我能在实情人渣后 毫不犹豫地收手 不做恋爱脑 我看到周延似乎笑了一下 但此时都与我无关了 由于宝宝太小 周延也没有争取抚养权 我拿着离婚证 心情放松地回家了 折腾这么久 我也该开始新人生了 刚到别墅 搬家公司的师傅 正一件一件将家具往别墅搬 新雇的月嫂在前面指挥 此时周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陈月你这是什么意思 房子怎么空了 嗯啊 你这天杀得没良心的媳妇啊 她跟个土匪似的 派人进屋就搬东西 我一把老骨头拦不住啊 我听着对面手机里粗糙的哭声 什么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指房子 确实啊 你可以住 但要交房租 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 给你算便宜一点 就八千块一个月吧 压一负散哦 陈月 你非要这么过分赶尽杀绝吗 我声音瞬间冷了下来 晚上我见不到钱 你就从我房子里滚出去 我听着对面大喘气 却还是压抑着怒火 陈月 你到底有没有心 你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没爱过我 不然你怎么这么绝情 你是恋爱脑吗 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我站在梧桐树下 明媚的阳光打在身上 凭你出轨 还想要我对你留情 你是在做梦吗 我不等周延回话 就挂断了手机 欣赏了一会风景之后 我回到别墅 晚上 我听说周延母子搬了出去 我迅速将房子挂到网上出租 六 几天后 我从共同朋友那知道周延搬走后过得并不好 并且他们觉得我做得有些过了 还说哪个男人不偷心 我管得太严了 我当场将这些朋友都拉黑 并且祝福他们不孕不遇 子孙满堂 气得他们连续好几天拿小号夹我 骂我 可我都倒耳旁风 再加上成功地摆脱渣男 看清了朋友 我心情不错 所以这段时间恢复得不错 也正式地开始了工作 这天 我刚剪完一条视频 上传 就看到了99家的信息 粉丝也从800万掉到了700万 还在持续掉粉中 上条视频拍好后 我都没有时间看评论 就一直忙家里事 此时我打开一看 一片的辱骂 没想到博主是这样的人 看着他晒宝宝以为是个好妈妈 结果宝宝还那么小 就和老公离婚 让孩子还不会说话 就失去了父亲 当真狠心 谁说不是呢 说不定外面有人了 才这么迫不及待摆脱老公呢 哼 我看他是早给颜哥戴绿帽子 他被查出来才不得已闹离婚 不然颜哥那么完美的男人 谁会想离婚啊 萌心不懂就问 颜哥是谁呀 我顺着他们艾特的颜哥点过去 瞬间跳到另一个人的主页 他只发了两条视频 第一条已经快上百万的点赞转发 而封面就是周延 我点开最新的视频 听到他说你们不要再骚扰我前妻了 他人很好 知道我离职后还让我住房子 只不过我太穷了 付不起房租 就搬出来了 视频里的男人面容憔悴 却还是不停的安慰看视频的人 我点开评论区 已经沦陷了 全都是对我的咒骂 就在这时 我看到周延置顶了一条消息 说是晚上有直播 今天是周末 晚上七点刚开播 直播间迅速破万 并且飞快地上涨 镜头里周延拿了一把破铁锅炒菜 背景很破旧 似乎在农村 屋檐还挂着蜘蛛网 看起来很久都没人住了 我退出直播 点开他头像 发现他IP还在严城 没回老家 在进去时他已经开始唠嗑 即便周身疲惫 却还是在用温暖的言语 安慰着弹幕中的人 他越是温柔体贴 就显得前妻是刻薄无理的 新来的人即便不知道前情 也很快被科普 然后一窝蜂对我的讨伐 颜哥 你为什么选择净身出户啊 那么多钱留给你前妻 谁知道是不是你的孩子 当然是我的孩子 我前妻人很好的 他不是那样的人 我们不要讨论他 给他带来麻烦了 评论瞬间又是一阵的心疼他和对我的辱骂 很专业 周延背后应该有人 不然很少接触这个圈子的他 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完转流量 我想了想 将这件事发给我圈内好友都都 他交际广 应该能查出来谁在背后推波助澜 阿月 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不过这件事要不要我出面给你解释一下 不用我不想把你卷进来 而且我想调查清楚自己解决 在嘟嘟调查的功夫 事态往对我更不利的方向发展 一个自称是周延曾经同事的女人跳了出来 在底下评论 我证明周延说的都是真的 他在我们公司是有名的宠妻男神 下面放了好几张聊天截图 包括周延工作时的照片 看出来在好几个月前 证明现在不是作秀 照片中的他精致时尚 和现在一副被戳磨的样子天差地别 周延的迷妹们更是对我疯狂的辱骂 之后又跳出来许多朋友 刚好是我拉黑的那群人 他们将周延为我做饭洗脚 捏腿的朋友圈截图发到评论区 瞬间高赞 说句公道话 我和周延认识还是因为他老婆 周延啊 在我们圈里是有名的老好人 不抽烟不喝酒 在他老婆怀孕期间又是做饭捏脚 忙前忙后 谁能想到他老婆在生完孩子之后就离婚 还让他净身出户 我们认识的朋友都为他不值 我点进小图一看 是我怀孕时周延给我洗脚的照片 在离婚后我都删了 我还记得当时我肚子大了 上厕所都费劲 每天腰酸被疼 腿一片浮肿 为了孩子还要每天坚持走走 而周延也只有晚上回家的时候给我洗脚捏腿 怀孕本是夫妻共同的责任 我从来都没想到妻子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痛苦生下孩子 而丈夫只要稍微表现的好点 妻子就要感恩戴德 还要被外人说是好丈夫 至于不抽烟不喝酒 她只是为了她自身的身体健康 什么时候这种事情 也值得当作优点去夸赞 周延在底下评论道 没关系 我用这件事看清了一个人 更知道了人要对自己好些 严哥说的对 人要对自己好些 严哥人品真的很好啊 那当然 不然我也不会粉他 我看到那些评论 心里跋梁 周延照顾我那段时间 私吞的钱就是雇保姆 也没这么贵 更何况他还拿我的钱充大款 包小三 直播看到这里 我也不生气了 我将这些熟人评论都截图下来 想踩着我赚钱 也要看有没有这个本事能耐 七 我醒来时 嘟嘟发来了微信 阿月 是齐生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 我在刚入行的那年 听说过 以前也是个大工作室 手底下也有大主播 但里面关系太过压迫 腐朽黑暗 所以那些红了的主播都走了 而新来的人又捧不起来 也就落寞了 现在专找些奇人加入 但些缺德是吸引流量赚快钱 本质还是利益 想来这次也是利用我迅速吸引流量 我看穿之后 当即录了一条视频 将周延出轨前后的视频 包括他挪用财产的证明都一一列好 却不急着发送 因为这波流量 还没到顶峰 他们想利用我赚钱 我也可以反其道行之 下午 我等了一天的电话 打了过来 陈女士 有时间出来聊聊吗 我挑眉 邀请人时 不该自爆家门吗 想来陈女士也调查过我了 我是齐生工作室的人 这次是想和你谈一笔生意 嗯 那好吧 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 等我到的时候 那个自称是齐生的人已经到了 身旁还坐着一周眉间的周延 此时的他一改他直播时的落魄模样 足亮的发焦将头抹成大背头 室内昏暗 却还戴着墨镜 哦 你老婆来了 什么老婆 是前妻 我挑眉 看来他们对于这次合作信心十足啊 不然也不会语气轻挑 而周延 自从删掉了那条视频 他就变得嚣张了起来 毕竟他只以为只有那一条而已 我坐到椅子上 找我来 有什么事 我想牵你 我不说话 只是看着他 像看傻子一样 那个负责人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 你当初删掉了唯一一条证明清白的证据 现在即便你在网上买惨 网友也不会买账 所以 你想牵我 让我陪你们演一场私逼大戏 给你捧红周延 最后好直播卖货 陈小姐不愧是能做起账号的人 就是聪明 是什么要你觉得 我会牺牲自己名誉 去捧红一个辜负我的渣男 负责人笑了笑 打开手机 是一个直播间 你们是不知道 我那媳妇 真的是败高踩低 阿言是顾念着陈月 不想他被打扰 才选择隐瞒的 但我不一样 我可是亲眼看到的 孩子摆日宴 说不见就不见 耍大小姐脾气 将我们一家人连带着亲戚都落在酒店 我看着直播飞快飙升的数字 还有负责人脸上越来越明显的笑容 陈女士 你的孩子才生下来吧 未来孩子开销 哪一样不要钱 而如今你没有工作 在这座高消费的城市 你怎么养他 你已经没有任何后路了 和我们合作吧 我们合作共赢 是吗 我冷笑 瞥了一眼直播间迅速飙升的人数 转身就走 背后响起他轻蔑的声音 不过几天就掉粉一百万活粉 陈女士啊 不知道你的钱包有没有你的骨头硬呢 我转身看向昂首挺胸的男人 轻笑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 我还有几套房 即便每天睡大觉 也不至于连孩子都养不起 我不理会负责人惊讶的眼神 看向周延 希望你好好干 尽快把欠我的钱还回来 不然我们就法院见 我走出咖啡店 身后响起脚步声 周延狠狠地抓住我的手腕 力气大到能捏碎我的骨头 陈月 你还是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高傲自信 不将人看在眼里 我不懂 你没有了父母 你凭什么高傲 凭什么看不起人 高傲 我甩开周延的胳膊 我是高傲 但我从来不会去伤害别人 而你呢 做尽坏事 如今却来指责我 你还要不要脸 我说完话后 周延眼神闪过一丝慌乱 突然双手紧紧抓住我胳膊 怒吓 你还知道什么 告诉我 告诉我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眶 一脚踹到他裤裆 神经病 转身我坐进车里 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鬼使神差地想到 找到了周延之前 给陌生账号的汇款 法院上他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只说是朋友 但周延和我大学就在一起 五年了 他的人际交往 我都很了解 根本就没有那个人 我匆匆回到别墅 重新拿起平板 看上面储存的录像 自从离开那个家后 我只有百日宴 看热闹的时候点开 其余时间都是不管的 可今天周延那副样子 我总觉得 他还瞒着我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有些不安的抓紧胸前的衣服 双目紧紧看着录像 终于 我听到了一句 让我目自欲裂的话 八 陈月真狠心 当初你就不该心软 就让他随他那短命的爸妈一起去 如今车啊 还有那几套房 不都是我们的吗 刘金凤一边收拾行李 一边向周延吐槽 他不一样 他是视频博主认识的人多 死了容易惹麻烦 而且我当初还不是去那边出差 刚好碰到了吗 哼 你看你就是还爱他 结果他呢 真是个白眼狼 把咱们娘俩赶出去 这苦日子 我可是一天都不想过了 这是什么意思 明明我每个字都认识 却拼凑在一起 组成我不愿去想的答案 爸妈的死 为什么和周延有关 是我错了吗 平板掉在地上 视频还在播放 我整个人像是被抽水机抽干了一样 羊躺在沙发上 眼泪顺着眼尾滑落 记忆中爸妈模糊的样貌愈发清晰 自从他们死后 一次都没进过我的梦 想来也是恨我的 不想看到我这个不孝女儿 是害了他们 他们本可以长命百岁的 是我的错 是我引狼入室 害了他们 是我的错啊 我居然还在爸妈死后 和周延甜蜜地生活了两年 简直不可原谅 恶心到想死 恶心 真的恶心 哦 我感觉头越来越晕 眼前的吊顶也愈发模糊 视线最后一刻是向我跑来的月扫 再次睁开眼 我看到了洁白的天花板 鼻息间闻到很重的消毒水味道 雇主啊 感觉好点了吗 医生说再晚来一会 你都快把自己气死了 我听到耳边叙叙叨叨的声音 扭头看到月扫抱着女儿一边哄着 一边说话 人生就是有许多坎的 我都活了半辈子了 什么没见过 你爸爸妈妈 要是看到你这副模样 也会伤心的 爸爸妈妈 他们还会认我吗 恐怕不会了 不然也不会一次都不来见我 他们此时一定恨透我了 恨不得掐死我 不 我还能弥补他们 嗨嗨 阿姨 你帮我把手机拿来 还有电脑 你还在生病 等休息好了 再工作 行不 这个工作做完 我的病就会好 我笑了笑 阿姨无奈地将手机和电脑递过来 我一看时间 我昏迷了一整天了 此时网上一边倒地对我的辱骂 已经看不到几条帮我说话的了 而此时 周延正在直播 感谢大家的喜欢 最近粉丝宝宝一直在催我带货 好改善生活吗 这不就有一家好心的广告商 爸爸给我赞助 推广产品 他 哇 终于广告商爸爸看到颜哥了 太好了 颜哥要好起来了 开心 大家都量力而行啊 不需要给我充销量 只要你们还喜欢我 就是对我周延最大的支持 充颜哥这句话 我这辈子都不脱粉 是啊 哪个带货主播不是要粉丝使劲买 还说粉丝买不起是不努力 颜哥真的是一个很真实 不忘初心 也知道真实生活的人 我看着直播间对周延一阵彩虹皮吹捧 当即将之前剪好的视频上传 而我在圈内这么久 也是有好几个知心好友的 在我发视频不到一分钟 他们都纷纷转载 之后的事 我便不再关注 而是拨打110 警察很快就来了 询问了一番之后 将视频带了回去 而我不顾身体 向医生保证了许久 也去了警局 等我到的时候 周延已经被带进去问话了 而警察劝我回医院 现在还在调查中 监控视频只能是嫌疑 不能是确凿证据 而我将周延之前 给陌生账户汇款的信息 提交给了警察 也许也是一份线索 就这样 我回家等了几天 九 而这段时间 网上天翻地覆 网友一改口词 纷纷辱骂周延 说他是凤凰男 软骨头 用老婆的钱 还包养小三 简直是男性之耻 更是刺民严格 而我的粉丝数 一举突破千万 且还在不断上涨中 这天 我收到警察局的电话 飞快地开车过去 这一路上 我想了很多 但等坐到警察局里时 我发现我大脑空空 警察先生 您再说一遍 我没有听清 确实是周延 伙同其他几个小混混 将你父母打死后 扔进水里 我深吸口气 不顾胸口的疼痛 为什么 我父母在结婚前后 不曾为难他 一直好生好气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我哭得眼泪不停往下落 我看到对面警察 深吸一口气 用充满怜悯的目光 看向我 周延说 你父母看到了他嫖娼 而那几个混混 是一家酒吧的打手 他们失手杀了那父母之后 又因为那个地方山清水秀 老人晚上走夜路容易掉进湖里 所以 他们就这么扔了进去 那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啊 怎么可以这么轻描淡写地决定生死呢 我愣愣地看着前方 这个心像是被挖空了一样 你放心 这起案子性情恶劣 他们在监狱里不会好过的 我失魂落魄地站起身 男男 谢谢 回到家 我失魂落魄地躺在床上 每天有月嫂照顾宝宝 连同照顾我 就这样 我等到了周延最终审判 判刑当天 我一身黑衣 被带走的周延看到我大喊 老婆 求你就救我 我错了 你救我 我以后每天给爸妈磕头认错 老婆 老婆 我真的不想死啊 我真的错了 看我不为所动 周延眼看被带走了 口不择言 陈月 你把我害到如今这番境地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不放过我 你不是说给我爸妈磕头吗 你下去跪在他们面前磕 更有诚意 最终 周延和几个混混先杀人 又毁尸灭迹 情节恶劣 直接判了死刑 而嘟嘟在此期间 每天关心我 换得法的说周延在被警察带走后 他的粉丝多么多么疯狂 直到最后有一个富婆粉扒了周延 结果气得直接粉转黑 每天问候周延爸妈 而刘金凤也被齐生从大别墅赶了出去 他不识字又不玩手机 每天只能用现金租房 可是钱不多 前几天已经被赶了出去 现在每天守在别墅外面骂我 被安保撵出去了好几次 我拿起手机 发现是嘟嘟给我分享了一个视频 我点开来看 是一个老人走在路上 被突然冲出来的小孩子拿石头扔 而老人也在喋喋不休地辱骂 这不是你那个前恶婆婆吗 如今也算是恶有恶报了 嗯 晚上 我睡觉久违地梦到了爸爸妈妈 他们站在云朵上 背对着我 向我挥手 月儿 爸爸妈妈要走了 以后你要好好的 不可以再伤心过度了 他们背影缓缓消失 我猛地喊道 爸 妈 我坐起身子 才发现天早亮了 我抹去脸上的泪珠 站起身走到落地窗边 一把拉开 窗外明媚的阳光照在我身上 暖融融的 爸 妈 我给你们报仇了 伤害你们的凶手 很快就会下去磕头认错 而我 我也该开始新生活了 我会去很多很多地方 将那些地方美丽的风景都拍下来 带给你们看 就像我们一起去旅游那样 查看下一张 全部收起 请继续